我埋头在电脑前 敲击着一段复杂的代码 屏幕上字幅跳动 不断出现的bug 让我焦虑不安 连日来高强度的工作 我几乎忘了白天黑夜的交替 突然间 一阵头晕袭来 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 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一分钟完成 这个AI小说推文的一个制作 那么这个网站 它是新注册的账号 会给325的一个积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其他的方法去 多次的一个注册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快速完成的了 这个AI小说推文的一个制作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 GPT 然后我们给它 输入一段这个提示词 那么它帮我们写一段故事 500字以内 因为现在这一个网站 最多只支持这样的一个500字 然后我们啊 输入一些就是你想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它会很快速的帮你写好 那么同样的啊 你可以通过在这里啊 选择切换 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这一个 写好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复制 然后我们加内容啊 给它在这里 我们点击啊 这一个立即生成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最多只支持这个500字 然后它会自动的给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镜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低模卡通 因为经过我的测试啊 这个手绘插画 以及这个一个3D卡通 以及这个低模卡通啊 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们点击开始生成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同趣波 来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它啊 可以通过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内容 所以说 很适合我们去这样的一个制作 很高兴见到你 那么现在我们再创建一个角色 我们给它写一个名字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给它输入 好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点击导入五官参考图 那么它会根据你的参考图去这样的一个生成 那么我们现在点击这样的一个立即生成 就可以生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频中的这样一个人物角色 我们可以给它修改一下这个配音啊 很高兴见到你 那么我们选择比较啊 看着这个 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吧 那么现在我们有两个角色啊 一个是这个程序员 一个是这个医生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生成镜头画面 然后他就会自动生成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看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啊 就是一个人物他不对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物 但是他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医生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这样的一个AI改图 我们改图的话可以给他快速的啊 宽选出这个选区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程序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成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效果并不好 我们还是给他啊 选择这里有一个出镜 角色选择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重新生成 好 那么现在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这里的图的话 我们也需要啊 稍微改一下啊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这张图啊 他是人物颠倒了 对吧 那么我们同样的需要点击一下这个重新生成 我们可以把这里啊 给他添加一个角色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他面部修改一些表情之类的 你可以在这里给他把这个画面描述啊 可以添加一些内容 那么你可以点击这里啊 对这个旁白啊 进行一个编辑 那么旁白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给他设置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语音 以及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视听 我意识到自己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 健康 那么当全部弄好完毕之后 点击这个生成视频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改一下这个音乐啊 那么制作完毕之后我们看一下 敲击这一段复杂的代码 屏幕上字幅跳动 不断出现的bug 让我焦虑不安 那么如果你觉得哪些画面还需要修改 你可以通过这里的一个AI运镜 以及这个AI生视频 我们可以点击啊 就是把你这个运动描述写上去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重新生成 那么就会在这下面重新产生一个画面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会在这里产生新的一个视频 那么当你全部都完毕之后啊 你就可以点击这里导出即可 那么关于如何去免费注册他的这个网站 那么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虚拟号码 然后啊 这些虚拟号码都是可以免费啊 去注册这样的一个网站的 当然啊 如果就是这个号码被别人注册过了 那么你就是不能免费去注册